细指的希望路二段沿线并不是都有人行道 也造成许多小朋友要到北港国小上学都得危险的走在马路中间 所以在接获陈琴之后 16号上午议员廖仙翔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要求是坐人行道让小朋友上学路更安全 希望路二段是名原社区学童要到北港国小上学唯一的道路 不过以现况来说路不宽再加上路边停车 新任都只能危险的雨车真道每天上放学 小朋友走在马路中间也让家长好担心 在我们十万路二段这个可以做人行道的范围之内 以往说我们这回邀请了这个廖仙翔廖议员就在这 共同参我们这个公所担任来做这个毁坎 可以做一个改善让我们的利民 让我们的学生出入到北港会更安全 沿途并没有说我们沿路都有人行道 但是我们的名原社区有跟我们服务处反应说 因为我们这个小朋友要通往我们北港国小 就只能沿着我们希望路来走 那我们可以看到身后这一盘 这个由于路边现在都是部分是画白线的 那车辆都停放在这边 导致我们小朋友在通行的时候 就必须走在马路的中央非常的危险 上学路不安全社区的家长们也连署向议员廖仙翔成情 所以16号的上午就邀请里长市府交通局公所学校等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希望在社区往北港国小的洗碗路上能够增设单边人行道 希望在我们现在目前路测是画白线的地方能够改作为实体的人行道 那当然这一部分可能会造成原有停车的这个车主的不便 但是我们还是要请我们一些这边的一些好邻居能够多体谅 我们还是希望让我们的一些小朋友或者是长辈 在通行的时候能够更安全避免发生意外 那后看结论就请我们的新北市政府养护工程处 后续在我们这一段没有设置人行道的地方 那尽快的设置 希望路车多因为有些路段划了白线 路边停了一整排的车 造成小朋友都只能走在路中间 会看就要求是坐实体人行道 让孩子们的上学路更安全 教程慧玲 西子 财宝报道